近日肖战和王俊凯因为同一件事情齐上热搜 粉丝不理智追星 不理智到什么程度呢 直接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了 事情是这样的 前两天网络上爆出了一段视频 江苏秀谦的某学校 然后一个班的孩子被集体要求 摘下口罩 老师在全班指挥手势喊口号说 肖战哥哥你很好 你我们很喜欢冲啊 哎呦 硝烟四起位战而来 其中还有别的孩子举着肖战的海报 然后视频的背景音乐则是肖战的新歌光点 很明显 这是老师在带着全班的学生 为偶像肖战的新歌应援呢 令人气愤的是 这并不是个例 在某视频的平台上啊 这样的视频多达几十个呢 而这些组织应援的老师们 无一例外都是肖战的粉丝 而视频当中啊 被要求唱歌呀 跳舞呀 喊口号的 则是一张张稚嫩的脸庞 这些还在上小学的孩子们 可能连肖战是谁都不知道 却在懵懂之中啊 被迫的参加了一场又一场 不明所以的应援 有以学生老师双向视角拍摄的 还有从整齐的动作可以看得出来 孩子们曾经被人带着精心排练过 甚至啊 还有一个视频就有一位女老师 直接在讲台上面问 肖战是我的谁呀 然后满教室的小朋友们 齐刷刷的回应 男朋友 哎呦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些什么样的感受啊 有网友觉得呀 你个人追星可以 但是 甲公祭司将个人的喜好 带到严肃的课堂上来 利用直权之变 向偶像跪舔 真的是实在网为人师 事情在网络上扬之后啊 学校对当时老师 直接做出了停职停课的处理 教育局也对教师所在的 学校的校长进行了谈话 人民日报立刻文讯赶来 给这次的世界一锤定音 学校是知识殿堂 不是为明星应援的粉丝加工厂 然而无独有偶 这样的事件啊 在王俊凯粉丝的身上 也同样发生了 河南下役的一个幼儿园 一名幼师啊 拍摄了让孩子们 为王俊凯应援的视频 视频当中 这名幼师甚至将应援口号 改编成了童谣 用一问一答的形式 让小朋友们喊出来 老师问 谁最帅啊 谁最帅 孩子说 王俊凯啊 王俊凯 有天真的可爱的小朋友们 根本就不明白 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他们只是照着老师说的 是做而已 视频曝光之后啊 当地的教体局 进入到了调查 该幼儿园呢 已经被取消了教学资质了 涉涉的老师 已经被辞退了 这样的事情 一而再再三地发生 让大家意识到了 这些独流粉丝们的 所作所为 已经不仅仅是 局限于他们自己的生活了 而是不断地影响着 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而被追星毁掉的年轻人们 真的该管管了 上面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啊 很多人都说 一定要阻止 放圈进入到校园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会发生多么离谱的事情 在肖战的微博超话里 有个一叫做 教师天团的话题 里面呢 有一千多个 各个年龄层的老师打卡 他们有统一的口号 统一的文案 在今日头条上面 也充斥着大量刷屏级的 以教师团自称 要捍卫肖战的帖子 有学校啊 因为语文老师是肖战的粉丝 居然在给学生 布置作业的时候 让大家写关于肖战影视人物的同人文 图片当中啊 还有老师用红笔批改的笔记 还有的老师上完当会课 要求学生们发一条 夸赞肖战的朋友圈 24小时之内 你还不能删除 看到学生纷纷照做之后啊 这位老师还洋洋自得 截了图 发了朋友圈来炫耀 甚至是鼓励学生 为自己的偶像消费 买专辑 真的是迷惑行为大赏啊 有网友评论到 邪教 这是邪教吧 我们知道啊 追星会狂热 但是你没有想到 很多人已经到了 走火入魔的程度 而且啊 这些人不光是自己 身体力行的追星 他们还要鼓励更多的人 和他们一样 投入精力 投入金钱 为哥哥的前途铺路 关于上面提到的 肖战的新歌光点 或许你没有听过 但是你一定听说过 因为他在发布之后的 24小时之后 就突破了 7000万的销售额 一举是超越了 风头正盛的 蔡徐坤和华晨宇 冲到了国内数字专辑 销售总额的 第一的位置 但最令人惊讶的 并不是他的销售额 而是粉丝之间呢 互相打鸡血 买专辑的传销氛围 核心目的是 催大家反复购买 买的越多越好 网友上面有一个网友 发了他自己的妹妹 向他借钱买 肖战专辑的事情 妹妹上初三 马上就要中考了 有一天突然说 要向他借3000块钱 他吓了一跳 问说这是要干嘛呀 他回答买专辑 一张专辑三块钱 3000就是1000张专辑 3000块钱 是很多上班族们的 一个月的收入了 一个初三的小姑娘 怎么会想要花 这么大手笔来追星呢 是追星追模棱了吗 后来呀 这位网友在微博上面 看到了肖战的其他粉丝们 是怎么鼓动大家买专辑的 瞬间他就明白了 我们要给战战最好的 学生档一人100张以上吧 人手至少105张 这一次啊 必须买报榜单 30张 就是三本杂志 笔子再低的话 就很过分了 看明白了吗 动辄就是要买一两百张 不买就是不爱哥哥 就是要让哥哥胡 哎呦 这种利用你对粉丝的疼惜 然后实行的打压式的买单 不就是追星PUA吗 但是这些学生们 哪来的钱呢 还不都是父母的血汗钱 或者是问亲戚朋友借的 如果借不到呢 会不会有一些 胆大的孩子 去动别人的心思 然后为自己亲爱的 哥哥应援呢 简直你就不能细想 如果说偶像的销量 成绩是靠无数个 这样的粉丝 用借来的真金白银 堆出来的话 那我除了真金之外 无话可说 肖战全球后援会发庆祝 光点单取销量第一 其实啊 肖战也曾不止一次的公开发声过了 要把追星放在生活工作之后 前两天他更是直接的表态 请你们再一次认真的听我说 希望所有人把学业工作生活 都放在追星的前面 好好的学习 认真的工作 尽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遵守职业规范和行业底线 我不需要应援 我不需要应援 随后啊 演员杨子也点赞了这条微博 表达了他的认可 我相信 作为艺人的他们呢 也一定不希望这种 越界的事情频繁出现的 这种行为 不仅不能够为偶像提供力量 反而是另外一种反噬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浅显的道理 粉丝们永远都不懂 这就是畸形的饭圈文化了 粉丝们永远想要 以自己的方式去爱偶像 即便这种方式是不理智的 是可怕的 更是令人唾弃的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啊 今年二月份发生在 肖战粉丝身上的AO3事件 这个事件呢 也是让肖战从神坛跌落的开始 最开始有作者 在国外同仁文网站AO3上面 发表了一篇和肖战有关的 同仁文作品 然后被肖战的粉丝认为 这是在侮辱偶像 于是啊 集体举报 导致AO3网站在国内 无法再被登陆了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AO3啊 觉得只是一个作品网站而已 但是对于同仁圈来说 这个网站是他们精神的 一点源和暂时的乌托邦 2019年网站还获得了余果奖 于是同仁创作者们 纷纷揭竿而起 接着日韩 动漫圈等等的圈子啊 以及众多的路人都响应了 最终把这事闹得刷了频 相关的话题阅读量啊 也是已经接近6亿了 是大家故意和肖战过不去吗 恐怕不是 而是这些粉丝们的这种 动不动就举报的行为啊 已经屡次的让人忍无可忍了 这件事情被誉为 饭圈文化的越界 引发了所有路人的强烈不满 我认为不对的 那就是不对的 就应该消失 这就是粉丝们的霸权主义 而这种举报的风气啊 无论是在哪里 都是为人所不持的 然而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追星的不理智 也不是从最近才开始的 这些年来啊 大家对明星的容忍度 一直都很高 有人说担心他们没有钱 就拼命的给他们送钱 稍微敬严一点啊 就被捧上了神坛 舍不得他们受一点伤害 犯错犯罪了 都还心疼他们 可怜他们 替他们求原谅 可是另一方面 却对科学家呀 医生之类的 对大家有贡献的人 恶意很大 就比如前段时间的 钟南山 他应该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的儿子 竟然会因为 系了一根爱马仕的皮带 被无聊的网友们 泼了脏水 钟南山的儿子 钟维德的采访 系了一根爱马仕的皮带 腰间的皮带 真的是好乍眼哦 你居然敢用爱马仕 钱多了 会丧失医德的 话里话话呀 都是对钟维德 和对钟南山的讽刺 我就想不通了 明星动辄 可以穿金蛋银 用奢侈品 然而作为 泌尿科的专家的钟维德 花着凭自己本身赚来的钱 去买一条爱马仕的皮带 都要被人诟病 凭什么呀 不久前 曾经有机构 对北京各小学 做过关于理想的抽样调查 结果真的让人瞠目结舌 有将近80%的小学生 长大之后 想成为网红明星 确实 现在的网红和明星们 出门的政长和社会地位 早就已经盖过了 科学家呀 医学家呀等等 而那些脚踏实地 在一些默默搞科研的 他们生活低调 简单 朴实无华 却总有人恶意诋毁 然而成为明星之后 或者是偶像之后 并不是成功的唯一象征 所以不要让自己成为明星至上的傀儡 今天这篇文章 我们并非是影射肖战 当然肖战也是受害者 更不是在批评那些追星的老师们 而是为了阐述一个最普通的道理 那就是 千万不要在追星的过程当中 丧失了理智 这不是追星 更不是偶像最初的意义 真正优质的偶像 是你能够跟他学到很多有意义的东西 而最好的支持不是狂热 而是把喜欢的品质保留下来 让别人知道 支持他的人是一群努力的人 知乎上有个问题叫做 偶像的价值是什么 有一个答案我很喜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是成为他 或者在成为他的路上 成为了自己 追星本应该就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如果你感到了痛苦的话 那就想想自己追星的初心 不要在追逐当中迷失了自己 就有些人 这些人 全部都要成为 我最爱的 我的人 你会对了 我最爱的 因为健康 实际上 我真的不知道 你太诚勿充